主内弟兄姐妹们早晨平安 主日崇拜即将开始 敬请慧众预备心敬拜上帝 今天的正道经文是 使徒行传九章一到十七节 以及罗马书十二章 弟兄姐妹可以先把圣经翻好 预备今早的信息 让我们全心全意地来敬拜 全能的三一真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在神殿中 主在神殿中 不见效应了 在主面前都一 主在神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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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子民啊 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 一起来到祂的圣所敬拜祂 我们要以喜乐的心 快乐的灵来救进祂 上帝的子民啊 让我们脱去容易惨累我们的罪 一起来到祂的圣所敬拜祂 我们要以悔改的心 我们要以悔改的心 我们祝福敬拜祂 祢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我们祝福敬拜祂 使我再次能看见 主耶稣 我感谢祢 祢的宝宣 为我额留 宝贵是家里 宝贵是家里 大难赐我生命 祝福敬拜祂 主耶稣 我父父敬拜祢 宝贵是家里 旧案 是祢所里的缘 祢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祢主耶稣 我感谢祢 祢的身体 为我热生 带我除黑暗 进入冠名过渡 使我再次能看见 主耶稣 我感谢祢 祢的宝血 为我而留 宝贵是加上 一只恩典拥留 使我完全的自由 宝贵是加的大难 赐我生命 主耶稣 我服服敬拜祢 宝贵是加的救恩 是祢所里的缘 祢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宝贵是加的大难 是祢所里的缘 祢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耶和华满有怜悯与慈爱 祢赐给我们的恩典也是一生之久 让我们用一颗感恩的心来歌颂它 何等宝贵是加的宝贵 一尊成的心 相浮在祢面前 何等宝贵是加的宝贵是加的宝贵 一尊成的宝贵是加的宝贵 一尊成的宝贵是加的宝贵 你宝贵是加——可 rest 我们为了��见 你的宝贵是加的宝贵 你的宝贵是加的宝贵 你尊成的宝贵是加的宝贵 你真诚的心 降伏在你面前 开我心眼 使我看见 你感恩的心 你守舍你我学 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何的难点 你竟然在乎我 何的难点 你暴雪为我流 何的难点 你以这归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罪必充满着恩兵 你抹去 我所有枷锁 你抹去 我所有重担 你抹去 我所有伤悲 你的命配的所有重担 你抹去 我所有枷锁 你抹去 我所有重担 你抹去 我所有重担 你抹去 我所有重担 我的难点 我所有重担 我的难点 你竟然在乎我 我的难点 你把水为我流 我的难点 你以这归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罪必充满着恩兵 我的难点 你以这归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罪必充满着恩兵 我的难点 你以这归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罪必充满着恩兵 我已醉 必充满赞美 亲爱的天父上帝 这一个主日 我们踏进新的一年 感谢眷顾我们 爱护我们的上帝 你赐我们生命气息 赐我们继续在人生历程中 与你同行 经历你诸般恩典的福气 以色列的王大卫在诗篇 65篇11节 这样送赞你说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地下之有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我们年年岁岁都活在你丰盛的恩典中 你赐下主耶稣 让我们在他里面有新的生命 你赐下主耶稣 带领我们走出黑暗 进入光明的国度 全心投靠你的人 你让我们经历你的大能 与恩典 你真是能够挪去我们的枷锁 重担与伤悲 亲爱的天父 祖天的智慧 祖天的智慧与能力 来带领华语和荣语崇拜的圣功 今天早上 求主大大的使用刘牧师预备的信息 来对你儿女们的心灵说话 帮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亲爱的天父上帝 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 在这新的一年 更勤读圣经 明白真道 常亲近主 常常祷告 让自己的属灵生命不断成长 造就自己 也祝福他人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要为这就要开始 新学年的学生们祷告 特别要为生上中学的孩子们代求 求天父赐恩典 让他们很快的能够适应新的环境 祝福他们的学校与学习的生活 求天父赐智慧 耐心与爱心给每一位父母 要从父而来的恩典 陪伴鼓励孩子们成长 也引导他们依靠经历上帝的同在和帮助 我们继续为我国步入解封第三阶段祷告 求主继续引导 带领各负责人和国民共同努力 教会今年应有的各样安排 也恳求天父恩待 这是我们众人同心的祷告 恳求天父随听 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尊名祈求 阿们 主听我祈求 主听我祈求 请听我们祈求 今早的起印经文是四篇七十二篇一到七节 以及十到十四节 我要使你作业果的光 使我的救恩传到地极 上帝啊 求你将判断你的权柄赐给王 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 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名 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 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 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申冤 拯救穷乏之辈 压碎那欺压人的 太阳还存 月亮还在 人要敬畏你 直到万代 他必降临 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 如干铃 滋嫩田地 在他的日子 一人要发望 大有平安 好像月亮长存 我要使你做列国的光 使我的救恩传到地极 哈施和海岛的王要进宫 施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 猪王都要叩拜他 万国都要侍奉他 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 他要搭救 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 他也要搭救 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责人 拯救 穷苦的人的性命 他要救赎他们脱离 欺压和强暴 他们的血 在他眼中 看为宝贵 我要使你做列国的光 使我的救恩传到地极 让我们同唱荣耀颂 将一切颂葬 荣耀归于三一真神 圣耀归于父子圣灵 父子圣灵 既从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永不胸心 阿们 阿们 请会众一起宣读 使徒信经 来坚定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孕 由同真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 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 而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今早的正道经文是 使徒行传九章一到十七节 以及罗马书十二章 我们一起诵读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 口吐微笑凶杀的话 去见大祭司 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 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 无论男女 都准他捆绑 带到耶路撒冷 扫罗行路 将到大马色 忽然 从天上发光 四面照着他 他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起来 进城去 你所当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 说不出话来 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人 扫罗从地上起来 睁开眼睛 竟不能看见什么 有人拉着他的手 领他进了大马色 三日不能看见 也不吃 也不喝 当下 在大马色 有一个门徒 名叫亚拿尼亚 主在异象中 对他说 亚拿尼亚 他说 主 我在这里 主对他说 起来 往直接去 在犹大的家里 访问一个大树人 名叫扫罗 他正祷告 又看见了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进来按守着 他身上 叫他能看见 亚拿尼亚回答说 主啊 主啊 我听见许多人说 这人怎样 在耶路撒冷 多多苦害 你的圣徒 并且 他在这里 有从祭司长 得来的权柄 捆绑一切 求告你名的人 主对亚拿尼亚说 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 和君王 并以色列人 面前 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 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亚拿尼亚就去了 进入那家 把手 按在扫罗身上 说 兄弟扫罗 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主 就是耶稣 打发我来 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所以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 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和为神的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这是上帝的话 赐给上帝的子民 感谢上帝 今天的正道题目是 更新生命的改变 刘昌耀牧师 请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祖礼平安 新年蒙恩 新的一年 新的常态 今天是我为派来 福灵坛的第一周 第一次见面 大家是透过视频网络 可能你是在电视机 在手机 或者是电脑上 只是听到我跟你说话 但是我却听不到 你们的回应 你看到我 我看不到你 我想未来的牧养 将会是充满新鲜的 尝试 还有模式 愿主带领我们 能够在困境中求变 并且在危机中 找到契机 今天的主题是 更新生命的改变 这更新的主题 是从哪里来呢 不晓得你知道 福灵坛有一个 五年计划吗 福灵坛意向 一二五 是要建立一个 热忱接待 培育灵命 还有不断更新的教会 并且以耶稣基督的福音 救恩的好消息 来接触 还有融入社区和世界 这个意向呢 是用五年来进行的 每一年都有一个 重要的主题 2018年 好消息 明摆真理 并且管传福音 2019年 接待 就是让我们也邀请 接待 联系 还有关怀人 2020年 是培育 在爱中成长 在小组中得到造就 今年就是更新 过着属灵操练的生活 关爱教会 明年呢 将会接触 还有融入社区 广传主的福音 从这个主题的安排 选序呢 我观察到 唯有教会被更新 才能够带来社区被更新 我们若要福音 能够改变人 首先福音要先 改变我们自己 换句话说 社会能否被转化 取决于教会 能否先被转化 还有更新 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 很重要的政治人物 很著名的 叫做甘地先生 甘地先生 他是印度的国父 是一个非常喜爱 还有尊敬耶稣的人 他在他很多次的演讲里面 都引用了圣经里面的话语 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的 登山宝训 有一次 就有一位宣教士 遇到了甘地就问他 甘地先生 虽然你常常引用圣经的话语 为什么你仍然拒绝成为耶稣的门徒呢 甘地回答说 我没有排测基督 我爱基督 我不接受基督教的原因 是因为你们很多基督徒当中 是那么不像基督的 他接着又继续说 如果基督徒能够按着圣经里面的教导来生活 所有的印度人 今天都会成为基督徒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若甘地来到福灵堂 或者我们新加坡的小印度 他会想认识 还有接受耶稣吗 当他看到我们的教会生活 家庭生活 还有我们个人的言谈举止 他会被吸引来接受耶稣吗 一个人的生命 怎样被更新塑造成越来越像耶稣呢 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读到主耶稣戏剧性的方转改变教会历史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叫做使徒保罗 他的转变带来了外般的教会 许多的突破转变跟复兴 使徒保罗 他的另外一个名字 我们今天读的叫做扫罗 原来扫罗是他希伯来的名字 保罗是他希腊罗马的名字 好像我们许多人有中文的名 我们也有英文的名 保罗他的背景是生长在一个学术之乡 大树 这个地方可能有好多好多那些高等学府 就好像今日的美国的麻省波士顿 拥有世界最先进科技的知识的地方 不但如此 他也是在当代最著名的拉比加玛列门下受教 名校出身 所以通晓这个犹太人的律法 但也因此让他成为一个非常极端保守的法利塞人 扫罗为了要捍卫以色列的一神论 他听到很多这些耶稣的跟随者 宣称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也是神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了 又从死里复活 他听了我们叫做怒火中烧 所以常常就自告奋勇 展开了一连串要替神清理门户的计划 誓言要把这一个基督教信仰斩草除根 怎么知道 原本是最凶猛的基督教的逼迫者 竟然突然有一天成为了耶稣的门徒 传讲耶稣的福音 甚至最后为耶稣的福音寻道 一个人的生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持续的更新改变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从这段经文里面 来认识三个很重要的元素 第一个 生命的改变是来自主的恩典 唯有主耶稣自己本身施恩 我们才能够领受到这个改变的恩典 原本要去抓拿基督徒的这位扫罗保罗 在一个人死料不及 他自己也没有料到的一个与耶稣的相遇 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第九章第三节怎么说 扫罗在路途中将到大马士革的时候 突然有一道光从天下来 世面照射着他 按照圣经的另外一些地方的记录 这个时候应该是中午 扫罗说 从天上下来的这个大光 意思说 这一个光比平常的太阳的光还要亮 而且这一个光不像太阳是一面照射 它是四面照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奇景 他是遇见了大有光的复活的主 世面照射着他 接着第四节跟第五节 他就扑倒在地上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第五节 保罗就问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这一次的奇特的相遇 还有对话 从此改变了他生命的志向跟使命 生命不再一样 一直到他终老的时候 他仍然这么说 我从来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向 与主的相遇 可能就只是那么一次 当然 这个经历就成为他信心旅程里面 非常重要的转略点 还有起点 一个人 怎能会改变 更新 最主要的是来自上帝的 主的恩典 唯有主选择启示他自己 我们才会能够认识他 并且经历他 两周前 我在一宣北宣堂 我过去服事的教会 一位弟兄叫做Roger 来洗礼 Roger弟兄在圣诞节洗礼 在去年的三月 他还是一个非基督徒的时候 就开始来参加我们的崇拜 有一天 他参加了一段时间后 他来办公室问我一个问题 牧师啊 我假如信主的话 我会不会跟我五年前离世的太太 分隔两地啊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亲情 还有信仰 在我们谈话中 我发现 原来他太太 曾经是天主教徒 当然 家鸡随鸡啊 所以就跟随了丈夫之后 但是呢 我听到这一个线 他曾经是基督徒 我那时候心里面就跟他说 我那时候就跟Roger说 神看内心 我们不知道你太太心里在想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告诉神 我们一起祷告 让主在你身上动工 也亲自 启示你 过了一个月 Roger就带了一位 他失去联络好久的以前旧同事 来到教会 大家崇拜后 就在楼下一个小桌子 几个人一起喝茶 在谈话之间呢 这位同事就透露了 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住在Roger的家 就在那几个星期里 他常常有机会跟他的太太讲福音 过后呢 他们也常常每天一起祷告 为着Roger的救恩祷告 当他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突然间我感受到 上帝好像在告诉我们 启示我们 特别是启示Roger 我说Roger你听到吗 你的太太曾经为你的救恩祷告 耶稣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了 几天后 我就收到了他的邀请 消息说 牧师啊 我要接受主 你可以帮助我 把家里的神坛 移走吗 真的 改变是来自主的恩典 我们不能做什么 但是唯有主 才能够改变人 改变扫罗 改变Roger 任何一个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人 但是神都可能 这也包括我们自己 因此让我们继续为着家人 亲友 还有自己祷告 相信神 施恩的主 必定更新我们 也要引人来归向他 第二点 神施主的恩典 你可能会说 我从来没有这些奇特的与主相遇 也没有这样戏剧性的跟主对话 所以我多年来 就是一个平信徒了 平平淡淡的 又或者你说 我曾经很久很久前 与主相遇过 也体会到神 但是好久了 也淡忘了 失去了当年的那个热忱 现在一切平淡如水 不像保罗 仍然一生执着地要追求主 越来越发发热心 保罗在大马士革上 与主相遇的经历 虽然只是一次 但是却在使徒形状里 记录了三遍 我们刚才读的是第九章 还有第二十二章 还有第二十六章 后面两次记录的原因 是因为他本身在回想起 他的信仰的旅程的这一个过程里 他再次的提出 他的个人的一些的见证经历 可见这个经历 是对他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旅程碑 我们从这三次的记录里面 也看到保罗在他的经历里 他问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帮助他来消化这个经历的精髓 与主相遇的经历固然的宝贵 但假如经过回想 反思 深思 这样的经历 就会变得更加的可贵 哲学家苏格拉底说 没有经过反省的生命 是不值得活下去的 只有懂得深思 一个人才会成长 并且成熟 保罗在大马士格里 就问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这个经历里 第一个问题是 主啊 你是谁 第二个 主啊 我该做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 耶稣回答 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 耶稣直接了蛋的 回答了他 让保罗知道 确知 他是真的遇到了 一个复活的耶稣 这一次的经历 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帮助他清楚 耶稣的身份 耶稣就是那些 被他逼迫的人 口里所称的 上帝的儿子 圣子 他也是神 他曾经道成肉身到世上 为我们世人的罪 定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并且将来必要再临 审判活人死人 当保罗亲自确定 耶稣这个独特的身份之后 他从此不当不逼迫耶稣 反而奋不顾身 竭力一生 要为耶稣来做见证 第二个问题 主啊 我该做什么呢 就是我应当 以后要怎样生活 耶稣回答说 你进去城里面 你要做的事情 会有人告诉你 结果他就进去了城 神安排了仆人 亚纳尼亚来接待他 把他当做的事情 当走的方向告诉他 神这么对亚纳尼亚说 他就是保罗 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 君王 还有以色列人面前 宣扬我的名 所以每一次回想起 这样的相遇 保罗也清楚地知道 上帝给了他 余生的这一个 接下来的目标 就是要在外邦人 君王 还有以色列人面前 宣扬主的名 这也成为了 保罗一生的志向 以主相遇的 这一个经历 让保罗每一次回想 确定耶稣的身份 还有耶稣给他的托付 从此 无论遇到多么大的风浪 拦阻 诱惑 危难 他都一生不移 也不放弃 与主相遇固然可贵 但是若能够回顾 并且常常地思考 会让我们一生受益无穷 弟兄姐妹 你有这样与神相遇的经历吗 盼望你回顾 并且仿佛地思想 你跟耶稣的经历 我本身是一位 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 其实人家很羡慕我们 但是同时候也是很大的危机 就是我们的信仰 不小心是爸爸妈妈的信仰 信仰很难个人化 因为我们好像很少 真的体会那种转变 耶稣跟我们身上的那些相遇跟经历 但是神都有在他的方法上 方式上 安排上来介入 我是马来西亚人 12岁来到新加坡念书 英文一直都搞不好 直到了我中士会考 两次不及格 第二次不及格的时候 感觉世界好像 哎呀 踏下来了 我没有未来了 然而在这样最低潮的时候 神就给了我一首英文的诗歌 还有上帝也应许我 他会重新建立我的生命 我就带着这一个应许 进入了理工学院念书 这三年透过理工学院传道会 学院传道会 这个基督教组织建立我的信仰 也常常的透过祷告 祈祷 读经 过着圣灵充满的生活 建立我跟神的关系 在这一段时间 神也让我们明白 人生的目标 不只是来到这里 戴个四番帽 观中要主 更重要的是 也参与 更加的要参与 上帝救赎的计划 参与大使命 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一直到今天 我就这样的加入到现在 人生可能 我也会在一时的遇到的一些低潮 或者迷失的时候 但是每一次回想起 这一段的经历 我就提醒自己 怎样的选择未来的路 弟兄姐妹 回想你自己的信仰的旅程 可能在哪一方面 你曾经经历到主 是一场病痛 或者家庭的一些变化 以至你来到主的面前 你可以接着保罗的 这两个问题 来重复的思想 主啊 你是谁 还有主啊 我该做什么 当你有了这个答案 我就求主 给你这个信心 能够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生命的改变 来自主的恩典 还有审视主的恩典 最后呢 要活在主的恩典 生命的改变 是一个与耶稣一起 神人共舞的恩典 神人共舞的恩典之路 改变来自主的恩典 但我们一生 要活在祂的恩典之中 跟祂配搭 使我们越来越迈向成熟 像我们的耶稣基督 保罗在罗马书里 讲了一到十一章 所有有关救恩的根源 神学 还有祂的计划 到了第十二章 祂鼓励祂的读者们 要活在上帝救恩里面 第十二章一到二节说 所以弟兄们 也是包括姐妹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着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 何为神 善良 纯纯 可喜悦的旨意 救恩来自神的慈悲 神的恩典 当我们要活出 这一个救恩 我们就要不断地 将自己献给主 当着活祭 不断地选择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也不断地选择 心意更新而变化 然而 我们当如何确保自己 能不断地活在 上帝的救恩里面呢 我们的创办人 魏斯里约翰 在他牧养的时候 他发觉 他的信徒 若要在恩典中成长 就必须使用 神所赐的 这个恩典的途径 1744年圣诞节 他给每一个在他属下的这些的帮会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 可能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是小组 帮会里面的组员 还有领袖们 这个牧养的指南 以致他们能够常常地使用 这些蒙恩的途径 在恩典中成长 他给了五个很重要的途径 第一个 每一周出席教会的崇拜 领圣昌 还有出席帮会 第二呢 若非重要的事物 或者疾病所爱 不然每一天早晨 都要出席聚会 聆听圣道 第三 每天都要进行师导 若你是一家之主 当带领家庭祷告 第四 一有空 就要研读及默想圣经 第五 每个周五都要进食 这里的指示 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称的 蒙恩图经理 让我们能够活在主的恩典里面 包括圣昌 聚会 祷告 眼睛 还有进食 接下来 二月三月 我们的讲台 也会把这几个蒙恩途径 更多的讲解 这是当年 我们的创办人 牧养的模式 从他1742年开始 这个班会后 他们就不断地 在使用这些蒙恩的途径 人数不断地增长 你们看看 从1768年 一直到1998年 27万到 27万到 10万人 为什么呢 因为 唯有信徒的生命 不断地被更新 他们才能够成为 最能够影响人的 传父因者 他们也知道 我们生命 若要更新 就必须知道 是来自主的恩典 常常省失 主的恩典 继续地 活在 主的恩典 弟兄姐妹 福灵坛的弟兄姐妹 愿我们在这新的一年 靠着主的恩典 立定心智 来更新 改变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在新的一年里 给我们新的志向 愿意 靠着主的恩典 心意更新而变化 不断地成长 求你圣灵 感化我们 求你亲自 启示我们 并且给我们 能够看得见 上帝你在新的一年里面 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 使我们靠着你 去不断地经历 上帝奇妙的引导 跟供应 我们把自己 整个教会 献上给你 求你让我们 整个教会 在新的一年里 能够体会到 更新 还有复兴 如此感恩祷告 奉耶稣圣明求的 阿们 让我们同唱 照我本相 赞美诗 196首 来回应上帝的道 过后 我们将举行奉献 让我们将 预备好的礼物 献上 欢迎唱 神恩 由因我煮沼 我请敬旧主耶稣 我来 我来 找我本乡无畏 欲可证 抑郁西京 至今不能为主保学一席 便请救主耶稣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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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本乡飘荡不安 多少冲突 多少疑难 我心内外不断 成长救主耶稣 我来 我来 我本乡被摸棍聚 大受苦难 为他自怒 主难使法使我 自由救主耶稣 我来 我来 偷阳 偷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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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